你听过这个名字 未定事件部来自大数据实验中心 我最近一直在调查其中的案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不是犯罪预测 未定事件部是大数据中心 对过去几年间 未明示产生的异常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汇总 这种说法并不严谨 异常 首先是指案件发生率 自大数据中心成立以来 未明示每年的案件发生率 都维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 可是最近三年 案发率明显上升 且上升的 多为人口失踪和精神疾病案例 而案例异常增加的原因 正是我们要调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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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工作是具有危险性的 加入N2X就不只是帮我的忙了 你会背负更多的责任 不过你不用担心 无论最终你是否选择加入 你都会是我日常工作上的搭档 如果到时候 你不想再查未定事件部了 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常规案件上继续合作 此外 对未定事件部的调查 是需要严格保密的 我认为你值得信任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些案件 本案编号为N2X011 原本是一起人口失踪案 没错 本案的被害人名叫许平 是海奥森保健品公司的 资财部部长 于三个月前失踪 警方在许平家中发现了她的遗书 因此推断 许平是因坚守自导被发现 而畏罪自杀 接受一下文档同步 没错 但案卷上打上了存疑的表签 且从大数据中心 对许平的日常行为分析看 许平没有任何自杀的前兆 就此认定许平自杀 无法向她的家属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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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许平是遗轻 无法向她的家属交代 未经许平家属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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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工程是必须要调查的 此外坚守自盗从常理上来说 并不是能逼人放弃生命的罪名 至于反常 也是许平安被列入未定事件部的原因之一 特密斯佐然 哪位 什么 你父亲去世了 把你的电话交给现场负责的警官 我需要简要了解一下情况 嗯 好 我明白了 原队 你把电话还给龚玉泽吧 龚玉泽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冷静 配合警方 不要有任何冲动的举措 我和我的搭档现在就出发 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 看来我是需要适应一下有搭档的工作节奏了 我开车 这个案子要从头开始调查了 公成死了 就在刚刚 中文字幕——YK 警方与法医到达之后 已经对工程进行了初步检查 死因是药物过敏引发的心肌梗塞 没错 工程医心脏病长期服药 这是全家人都知道的 药物过敏是有剂量要求的 如果只是物浮少量 未必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而工程的过敏药物用量 远超常规水平 工程有外遇 造成夫妻父子关系破裂 工玉泽母亲的离世 与此有很大关系 如果说作案动机 工玉泽确实有 而且 她还是制药专业的研究生 电话里工玉泽的情绪不太稳定 她自己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行修 等见到她再询问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半年前 龚雨泽的母亲 也就是龚城的原配妻子去世 我受托处置她的遗产 好 没什么 我们是搭档 你不必过分小心 许平的死 龚城的死 会是巧合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能不能让方怡去哄哄瞧 他身边离不开人 顾与泽 我们到了 左律师 救救你 救救我 看在我母亲的份上 一定要救救我 你冷静点 我当然会帮助你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你好 又见面了 和左然一起过来的吗 不愧是左然带出来的人啊 这么快就进入工作状态了 其实本案并不复杂 目前已经有明确证据指向公寓泽了 警方在小区的垃圾桶里 发现了公寓泽医器的过敏性药物 那种白色药片经过了高度提唇 只要一片 就能危及心脏病患者的生命 该药物 在工程的药碗 和厨房的主药壶中 均有发现 此外 龚宇泽今天 曾与工程发生过激烈争执 争执原因 与财产有关 龚宇泽在争吵后 进入过监药的厨房 且有意偷毒 这两点 龚家的保姆可以作证 颜队 我们作为龚宇泽的律师 要介入调查 需要取证协助 没问题 我全城都会在 不过索然 这一次你要准备好 做检罪辩护了 无罪 不太可能 在没有拿到 全部事实证据之前 我对你的观点 持保留态度 站在律师的立场上 这栋别墅里 任何一个与工程 有利害关系的人 都是嫌疑人 去和龚宇泽了解一下情况 我有事要找颜队 稍后回来 原来是你 之前和音继承人的官司 就是委托的你吧 难怪左律师说 你能力很强 将我放心信任你 我现在很乱 也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不如你来问我吧 是的 她叫乔乔 是我爸的私生女 我妈去世后 我爸就把乔乔 和那个女人 接过来住了 没有 她以为气死我妈 就能入住公家 可搬进来半年 我爸根本没有 和她领证的意思 乔乔是无辜的 我爸和乔乔干的好事 不该牵连到她 她 和我一样 都是没有父母关爱的孩子 我平时大多住校 周末会回来看看乔乔 假期的话 也是在家的 就像现在 这栋别墅是我母亲留下的 虽然我根本不想 见到我爸和那女人 但也不能看着她们 抢占我母亲的东西 那些药片 是我买了原料 在学校实验室里提纯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违禁药品 乔乔吃的药里 就含有那种成分 不过 心脏病人一定不能碰 否则 就是现在的结果 那个女人为了保持容貌 怀孕时乱吃补药 导致乔乔先天不足 经常生病 智力上 也比同龄孩子差一些 所以乔乔的生活 是离不开药的 都不开药的 就是这样的 我这次看着我 会不会有什么 你会不会有什么 我就会不会有什么 我会有什么 我会不会有什么 她最近在订了遗嘱 要把家里的全部财产 都留给那个女人 是我家的家庭医生告诉我的 前些日子 丁医生打电话来 说我爸最近身体状况稳定 却突然要立遗嘱 问我知不知道内情 公家的药店 是我母亲投资做起来的 她想要绝大多数股权 而我爸只有经营权 这是他们一早就公证过的 母亲去世时 将全部财产都留给了我 我爸手里那点现金 还不够他活着的时候挥霍的 哪用得着利益主 丁医生告诉我 乔妍曾向他询问我爸的身体状况 显然 那个女人早就得到消息了 丁医生 丁医生与我爸的律师私交很好 他也是好心提醒我 至于乔妍 难道他对我爸能有真爱 还不是为了钱 以前他可从来没有主动 关心过我爸的身体 我虽然提纯了药物准备着 但一直没能下决心 直到今天 左律师当初料理我母亲的遗产 曾帮我制定过稳妥的保护措施 可就在前几天 我清查财产清单的时候发现 我爸买通了整个财产托管房 不仅盗卖了我母亲留下的字画古董 还伪造手续 想要转移我名下的药店股份 我今天 是找我爸要说法来的 可我没想到他竟然那么无耻 他说他把遗产都捐了 也不会给我留着 我忘不了母亲临终时的样子 我真怕自己保护不了他留下的产业 所以才会下手 你认为我没行凶吧 你真的相信我吗 我爸有心脏病 常年服用中药 我本来是想趁煎药的时候 把过敏药物加进去 但方怡阻止了我 是乔乔的保姆 乔乔出生后 一直是她在照顾乔乔 她是跟着那女人一起搬进来的 方怡似乎知道我手里的东西是什么 她看到我拿着药 站在灶台边 冲过来劝我不要冲动 她说 为了一个人渣 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不值得 我本来就不是个胆大的人 不然也不会忍气吞声这么多年 母亲去世了才 所以 方怡一说 我就犹豫了 是的 但我不确定的是 方怡冲过来打掉我手中的药石 是不是有那么一片 凑巧掉进了药壶里 也许凶手 真的就是我 警方说 垃圾桶里的药片 和我给出的数量对不上 少了一片 而我爸体内检测出来的药剂含量 正好就是那一片的含量 警方让他们各自回屋了 不许随意走动 方怡要给我爸煎药 当然会去 乔燕也去过 我第二次去厨房的时候 碰到过她 我 我心里觉得不踏实 就又去了一次 想把那壶药倒掉 但我刚进厨房 乔燕就跟了进来 我只好借口拿饮料 离开了 就像江川 我本人不想把这一片印了 终于卫生 道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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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颜队 能否麻烦警方联系丁医生 如果你认为必要的话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前后态度的反复是个疑点 警方询问他时 他给出的解释和你猜的一样 在警方询问前 方怡是否有机会与乔妍和龚宇泽交流 我们来的时候 方怡一直在哄孩子 龚宇泽正与乔妍争吵 警方将他们三人分开询问 应该没有串供的机会 而且 警方是因为龚宇泽指证乔妍谋财行凶 才会排查龚宠被谋害的可能 在龚宠体内和药壶里检测出过敏成分后 方怡才指证了 是龚宇泽投药 还是不必了 乔夫人不喜欢乔乔 让乔乔和他在一起更遭罪 孩子是他在龚家立足的资本 他为什么不喜欢乔乔 乔乔先天不足总是生病 不像别的孩子一样聪明活泼 不招龚先生的喜欢 乔夫人觉得 乔乔丢了自己的脸 一直对乔乔不理不睬 反倒是少爷 对乔乔一直很好 没来龚家之前 少爷还偶尔会去看望乔乔 听说不在了的夫人工作很忙 很少关心少爷 少爷他大概 是觉得自己和乔乔 同病相连吧 你曾向警方作证 龚宇泽有谋害工程的嫌疑 我们作为龚宇泽的律师 需要向你了解详细的情况 其实乔夫人和龚先生的感情 并不是很好 龚先生尤其不喜欢乔乔 除了偶尔给乔乔几颗糖 龚先生几乎是不理乔乔的 龚先生不提结婚 可能也有乔乔的缘故吧 乔严与龚城感情不和 乔乔又不讨喜 龚城为什么还要与他维持关系 乔乔今年七岁了 依照你的描述 不要说结婚 乔严与龚城的关系 都不可能保持七年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就知道乔夫人 偶尔会帮龚先生打理生意 大概是龚先生认可 乔夫人的能力吧 当然不会 乔夫人没有工作 如果没有龚先生 他哪能过上 夫太太的日子 他才不会谋害龚先生 在这个家里 除了乔乔和我关系最近的 确实就是少爷了 我原本有一个女儿 但很小就夭折了 后来就没再有孩子了 我当乔乔是我自己的孩子 少爷对乔乔好 我看着少爷也觉得亲切 至于龚先生和乔夫人 我一个保姆 也不怎么能和他们说上话 那你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 向警方指证龚与泽 你就没想过 可能是其他人 在你劝阻了龚与泽之后 又对那壶药做了手脚 这 这不可能吧 家里懂药的 除了龚先生就只有少爷 而且少爷 确实是一不小心才 我听说这种情况 关几年就能放出来 律师你劝劝少爷 不要和警察顶嘴 你帮他争取 争取个宽大处理 乔夫人也就是个文员之类的吧 她连乔乔吃什么药都不顾问 能懂什么呀 龚先生的药必须放在灶上 用明火煎 要煎两个小时 中间还要去调整火候大小 差不多半小时一次 今天的药是十点开始煎的 差不多十点四十的时候 我去看火 正遇上少爷拿着药片 打开盖子要往里放 我吓坏了 赶紧过去打翻了少爷的药 少爷就是和龚先生 吵架一时气急了 被我劝了之后很害怕 就把药扔了 现在想想我也很后悔 那药片说不准 就是我打翻药时候 掉进去的 我就该到了要重新煎 就说没看好火糊了底 最多也就是被龚先生骂而已 反正他早就想解雇我了 早就想解雇你 为什么 大概 大概 大概是嫌弃我乡下人不上台面吧 我也不清楚 算了 这是方怡的私事 我们不方便问 公先生的用药禁忌全家人都知道 因为乔乔的药里就有那种东西 公先生还特意吩咐我 把药分开放 我就是看着少爷手里的药 和乔乔的狠像 才起了戒心 还有 乔夫人也去过 去给公先生端药 乔夫人端药 大概是在十一点四十 我当时正要去看火 看到他和少爷都在厨房 乔夫人 大概是记错了时间吧 少爷从厨房拿了瓶饮料出来 我提醒了 但乔夫人说 药煎得太浓 公先生咸苦不爱喝 与其剩下 那还不如煎淡一点都喝掉 其实乔夫人心里还是在意公先生的 她给公先生端药还烫了手 少爷去过两次 乔夫人就去过一次 你确定 确定 我的房间在一楼 上午我和乔乔就在我房间 有人进出厨房 我能听见 我刚才不是说了 药片可能就是我拦着少爷时 不小心掉进去的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真是这样 你也参与了行凶的过程 和龚宇泽一样 都是过失行凶 左然 不要恐吓证人 颜队 我们暂时没什么要问方医了 但在取证结束之前 还请继续隔离方医 这是自然 她现在是本案的重要证人 我只是想进一步确定 她胆小 且法律意识淡薄 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利用的 从刚才的询问中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她与龚城是存在利益牵扯的 龚城想辞退她 此外她的陈述中 还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她的用家 没错 但他还提到过 全家人都知道工程的用药禁忌 这就意味着 不管是不是要学专业 家里人都有行凶的必要知识 但从我刚才吓唬他的反应看 我更倾向于 他是被乔妍或者其他什么人利用 我还没儿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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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一个服务了七年的保姆 为什么会一见到外人就直接表达对主家的不满 她的做法就像是在刻意展现自己与乔妍不太良好的关系 可实际上呢 只要有共同的利益 感情倾向未必会左右一个人的立场 感谢观看 这确实是他们与宫城有冲突的地方 但仅仅如此不足以促使他们行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瞧瞧 这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 会成为宫城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尤其是在宫宇泽已经犯错的情况下 方宇抉择的难度会进一步降低 她可能会想 龚宇泽本来就有行凶计划 不如就当自己从没阻止过她好了 我们需要进一步询问乔烟 来印证我们的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两个人 我们回去私下调查 不用通过警方 不用担心 快来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问题要问你 我和龚宇泽的律师没什么可说的 那小子早就看我不顺眼 现在害死了我的金竹让我没了依靠 他一定很高兴吧 乔女士 能介绍一下自己的专业背景吗 我记得 你在与龚城发生关系之前 一直是他的助理 我 我是制药专业的 我大学毕业后就跟了龚城 给他做助理和当个文员没什么区别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专业知识了 网得差不多了 和高材生工与泽少爷可比不了 乔女士 今天上午的案发之前 你是否进出过厨房 进出过几次 你管我去过几次 反正下药的不是我 乔妍女士 请您配合 警察问了还不够吗 一次 去给公车端药 烫的 端药的时候不小心 我 我 是龚城帮我包扎的 他看到我手烫伤了 就放下药先替我包扎 然后再 我哪有时间管他 交给方姨带就好了 我可是要好好照顾工程的 好 既然他累着了 心脏不舒服 有个好歹的 谁也要和我和乔乔 我早就催着他结婚 他偏说那女人刚没 结婚不吉利 这下可好 若大家才全便宜那个歹毒小子了 我和乔乔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并不一定如此 宫成如果愿意 可以指定你和乔乔为遗产继承人 而且乔乔虽然是非婚生子女 但在继承权上 他与宫宇泽是平等的 真的 这么说我们乔乔也能分一笔 算我没白胜的 律师 你刚才说的遗产的事 不是糊弄我的吧 乔乔确实有继承权 不过有件事情 必须说明在先 公家绝大部分财产 都是龚宇泽母亲留下的 这一部分财产的指定继承人 是龚宇泽 和你们母女以及龚成 没有任何关系 龚成能分配的最值钱的财产 恐怕就是这栋房子了 但这其中 还有一半是龚宇泽的 也许他在银行里还有些现金 这我就不清楚了 什么 我跟了他八年 还给他生了个女儿 他居然是个穷光蛋 他一直骗我 冰箱两层是第三层 给那丫头拿个草莓布丁 吃了他就不哭了 方怡这个废物 连个孩子都看不好 颜队 我们没什么要问的了 去案发现场吧 案发现场是我和龚成的卧室 你们想做什么 彻底搜查 不可以 我不允许 卧室里有很多我的私人物品 你们不能 乔宴 在我找到证据之前 你还有主动交代的机会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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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你 我都不可能 你还没有 能不能 一有 你是 什么 我 什么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的心理素质比方怡好得多 你是想说她并没有表现得那么讨厌乔乔 我不否认你的推断 但他们毕竟一起生活了七年 说完全不了解才是没有说服力的 事出突然 案发现场一定留有没来得及收拾的破诊 分析得很对 我们之前做了很多推测 现在必须找出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乔妍很缺钱 如果乔妍很缺钱 但本该是她经济支柱的工程 却不给她钱 那么乔妍就有了一个 不算十分强烈 但可以成立的行凶动机 比起一分钱都拿不到 工程的遗产 瞧瞧多少都能得到一些 她也跟着沾光 绝对不会是帮忙 抱扎手指的恩爱关系 好 好 我说 公语则说 乔乔是因为乔燕在怀孕的时候 乱吃保健药才会这样 多看案卷 你也能练出来 这份病历是从乔乔解碎开始的 远队 乔乔的药物用量检查过吗 有异常吗 我让人去查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查看 奇怪 孙吉阿孙 我好 肯定是 是 一起救药 紧接着 工程喝药并发 乔妍却没想着重新打开抽屉 拿工程的救命药 但即便如此 乔妍也可以剿命 说自己是吓坏了没想到 就不说自己是这种 工程并发时乔宴在城 正常情况下 他应该对工程采取取求措施 如果是非正规的药物 有些药物试验品 或是非法药品 都只有代号 有些药物试验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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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谷言拒绝开锁 所以我们直接把锁破坏掉 盒子里发现了一瓶蜜蜂的白色粉末 已经送去化验了 不排除这个可能 我们等一下检验结果 盐队 这瓶药也需要化验一下 从初步取证的结果看 我们之前对乔颜蜜蜂的推断 很可能是成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颜队 能查一下乔燕账户的资金往来吗 查过乔燕的资金流水了 点档行转入的钱几乎没有在账户上停留 直接转出到了医院账户 而且从流水上看 这半年工程几乎没再给过乔燕钱 乔乔的用药记录也查过了 方怡那里并没有得到超额的药 乔乔也没有服用过量 看来超额药物都在乔燕手里了 现在她有了行凶的动机 还有了提纯过敏药物的原料 也证明了 她对乔乔并不如方怡和龚雨泽所说 以及她自己表现的那样嫌弃 这个房间里还有几个箱子是上锁的 麻烦物证客的警官看一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内容应该是某种交易记录 带回律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乔延 职业要识资格证 情愿靠下来的 他最早是工程的私人助理 并凭借这层关系 成了工程的情妇 七年过去 他和工程感情破裂 却还没被工程赶走 自然不是靠每次 不排除这种可能 二次 李宗盛 一次 黑鲲 一次 阳监 一次 黑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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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看来 药品虽然有延缓衰老的作用 但副作用明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竖起来带回律梢 不必交给前方 经过笔记笔对 可以认为是工程的 但密码所上 以及部分页面的边缘翻页处 有乔烟的质文 也就是说 乔烟打开过这个密码本 且翻看过其中的内容 是的 巧妍翻看日记 发现了工程的企图 如果他还有一个 母亲应有的人形 也许就是发现了 工程的所作所为 才会想要工程的命 他的动机 可比工与泽吵架 争财产强烈多了 工程中文字幕志愿者 首饰盒里的白色粉末 是经过提唇的过敏性药 成分与工与泽提唇的 一模一样 也就是巧巧日常用药里的那种 那瓶在床尾凳下发现的药 瓶身上只有工程的指纹 初步检验 具有抑制人体发育的作用 长期服用会影响智力 尤其是对小孩子 更详细的报告还要再等几天 方仪照顾乔乔很多年了 工程给乔乔喂糖的行为 他不会没有发现 只不过他不会知道糖的成分 随着乔乔病情的恶化 方仪为了乔乔的健康 很可能会限制乔乔吃糖 包括工程的糖 假设方仪在阻止了工雨泽投药之后 又发现了乔淹企图投药的行为 他本该揭发乔淹 却被乔淹告知了日记中的内容 方仪终于知道了被解雇的真相 他会站在哪一边 显而易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乔淹有动机 有作案工具 但这只能证明 他在谋划对工程兴凶 我们依旧不能认定 最终造成工程被害的就是乔淹 工雨泽过失行凶 甚至蓄意行凶的嫌疑依然成立 除非乔淹自己承认 或者方仪确实看到了乔淹行凶 并且翻顾 并且翻顾 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们 乔淹提纯的药物没有被试用过 根据工程的检验报告推断 如果作案的是乔淹 那他应该是捡到了工雨泽遗落的药片 直接放进了药户 没错 他确实没有使用自己提纯的药物 但以他的职业资质 认出遗落药片的成分不是难事 诱惑着 他也可能是偷听到了方仪劝阻工雨泽的对话 从而得知了药片的成分 在此询问是必要的 可是 试着我看吧 你们发现了什么 是的 那时候你有注意到乔淹的手吗 有 他的手包扎过 不对 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他的手有问题 我一直以为他是为了给我爸端药才烫伤的 但其实他在我第二次去厨房的时候 就已经烫伤了 他之前肯定还去过厨房 你一直为自己可能存在的行凶行为而紧张惶恐 所以才会记忆混乱 思维出现盲点 现在你能够确定刚刚的陈述是准确的吗 我确定 我确定 方仪 为什么方仪要替他撒谎 下一个询问方仪 乔淹留到最后 还是由你来问 我刚才下过方仪 他对我会有抵触心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 不对 不是我 是我包扎的 就 就在乔夫人烫伤之后 是 什么 那可能是公先生又帮他处理过 这 我 乔夫人是还去过一次厨房 大概 大概在十一点不到的时候 少爷丢弃药回来之后 我真的没看到 我那时刚劝走了少爷回去陪瞧瞧 没留在厨房里 这一上午 就因为少爷的举动 我一直担惊受怕的 所以刻意留心了厨房那边的动静 我听到有人进厨房 怕是少爷不甘心又返回来 就出来看看 正碰上从里面出来的乔夫人 我没撒谷 我没撒谎 少爷投药的事我真没撒谎 我只是不想扯出乔夫人添乱 乔夫人又不像少爷似的 随身带着公先生寄会的药 他就是进去看看而已 还烫伤了手 我们没说什么 乔夫人让我上楼帮他包扎一下 就这样了 你 你没有证据 没了公先生 乔夫人的日子可怎么过 他没钱 还有拉扯个生母的孩子 我 我怎么会知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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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既然查到了那个畜生干的事 为什么还非要找出凶手不可 让他稀里糊涂得没了不是挺好的吗 他本来就要害那个畜生 有什么无辜的 我可以证明他是不小心的 只是坐几年牢而已 除了他还是个富家少爷 就算不好找工作 也不会饿死 难道不是这个铃儿吗 难道有错吗 不觉的 是 不可能 不可能 就不可 或许是 就不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才托人去查了一下乔嫣的背景 刚好也有几个问题想问他 每个人心中公平和正义的标准 都是不一样的 守护你想守护的 坚持你认为值得坚持的 无需因他人而动摇 笑不出来可以不笑 那我对我的搭档没有微笑上感的要求 感谢观看 你参与过工程与海奥森的交易 对吧 或者说经手过 连这个都查到了 动作挺快的嘛 没错 我是经手过 但也仅限于帮工程归总交易凭证而已 具体的信息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疏远乔乔 就是因为这些交易吧 是的 我知道工程干的那些事 见不得光 但我已经被绑上船了 没得选 我怕我对乔乔的重视 会让乔乔成为工程挟制我的把柄 可我没想到 不 我是没想到 他早就对我和乔乔下手了 在我怀孕的时候 他就给我吃了誓言药品 后来 又一直给乔乔尾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 就是通过那本日记 我想 你们应该在房间里 找到过吧 我给乔乔开了过量的药 是为了替唇 方医发现了来问我 我就把真相告诉他了 我很肯定 他会站在我这边 因为他也很爱乔乔 结果不出我所料 不 我只是承认 我有谋害工程的计划 如果今天没有龚雨泽 可能真的会是我自己动手 但是 结果决定一切 不是吗 我去厨房 确实是对工程的药 产生过想法 还不小心烫了手 可方医替我包扎的时候 告诉我 龚雨泽已经替我和乔乔报仇了 我想 我该诚振地当面和龚雨泽道谢 被水蒸汽烫的呀 很常见的吧 方医就是心太软 还去拦了龚雨泽一次 不然由着他去投药 你们也不会心存侥幸了吧 说到底 他还是和龚雨泽更亲 一心指望我自己动手 但我还是那句话 瞧瞧不能没有妈妈 关于工程的违法交易 你还知道什么 我其实并不了解 也不想去了解 那买卖不是他一个人的 倒卖管制化学品风险那么高 只靠他一个也做不起来啊 龚雨泽嚷嚷的伪造文件 过户股权之类的 应该就是他的同伙 帮着做的吧 你给龚雨泽找的 那家打理资产的机构 前段时间刚被他们控股了 你没想到吧 悄悄想你了 闹着一定要出来 妈妈的好瞧瞧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你了 那些药 你再也不用吃了 药 吃药药 可瞧瞧 为什么要和爸爸 一起吃药药呢 不是要走了吗 怎么还在这站着 是不是把悄悄的药药 给爸爸吃 爸爸就能快快好了呀 妈妈 悄悄还有药药 悄悄愿意和爸爸分药药 悄悄悄 悄悄不记得了 悄悄不记得了 不过悄悄认读自己的药药 悄悄不记得了 每天都有乖乖吃 悄悄也认得爸爸的药药 就是那个好臭好臭的黑东西 妈妈把悄悄的药药给爸爸吃 一定是希望爸爸快快好起来吧 爸爸好了 就不会对悄悄那么凶了 悄悄就会有好吃的草莓糖了 庭审时 我会为公语则作无罪辩护 乔妍女士 我们开庭日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谢 颜队刚来电话 说龚家的家庭医生 和龚城的律师是久有 遗嘱的事 是律师久最后透露的 从现有的事实来看 是的 不过本案的关键并不在于 龚宇泽是否被人利用了 只是 想要以龚城作为突破口 调查011 已经不太可能了 没错 我们要利用方疑证词的反复 降低法庭对证人的信任 再证明乔妍具有同样的嫌疑 从而以检方证据不足为由 替龚宇泽脱罪 我数据不足为由 祭环境 pharm tension 哎呀 好的 不安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体系 是完美的 总会有人觉得 自己的诉求 不能得到满足 比如乔嫣 她想要工程的命 去补偿乔乔的痛苦 但她很清楚 通过正常法律途径 工程只会坐牢而已 当正义被认为注定缺席 人们就会拿起武器 捍卫内心的是非天平 可如果每个人 都这样做的话 整个社会 该以谁心里的天平为准呢 最终的结果 只有秩序的崩塌 和无尽的混乱 你是律师 可以用自己的力量 不断完善那座 属于整个社会的天平 在这一点上 你是幸运的 我一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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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么多人 我一人知道 我一人知道 你回头 那时候又会 一定要坚持的话 我同意了 我会和龚雨泽沟通 由你出题 此外 就在你倒咖啡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份 可能会有特殊作用的文件 在法庭上 律师要时刻保持理智 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情感 要将情感变为深藏的利器 用在最关键的时刻 击溃对手的防线 这家机构 是工程与建议的 几个外地富豪合伙投资的 八年前 研究室产出的药物 没有通过临床试验 投资者相继撤资 工程不甘心血本无归 于是想方设法 维持着研究室的运营 并将乔乔 作为了研究药物的试验对象 从许评处购买的管制化学原料 就是用逾越河湾制药的 当然 他并不是那种现身科学的人 他想要的 只不过是保健品带来的暴力 以及实现自己 永保青春的幻想 我记得我母亲的遗嘱中 有血 如果我做了违法的事 就会剥夺我的继承权 所有遗产 都会被追回 捐行给慈善机构 对吧 多谢 其实现在钱不钱的 我已经不在乎了 乔乔最近还好吗 说了指正那女人的话 那女人不会虐待她吧 我不关心乔燕怎么想 我只想瞧瞧 能够开心长大 我爸做的那些事 就让我多少 补偿悄悄一些吧 公诉机关 公诉机关 指控犯罪嫌疑人 龚宇泽 因财产纠纷 谋害其父 功成一案 正式开庭审理 首先 由公诉机关 陈述诉诉讼请求 我代表检方向龚宇泽提起诉讼 被告人龚宇泽长期以来与被害人功成不合 因此特地准备了能够危及被害人生命的过敏性药物 案发当日 龚宇泽与被害人发生争吵 激动之下决定对被害人投毒 虽经家中保姆方怡劝阻 龚宇泽一度放弃了行凶计划 但仍不慎将过敏药物调进了被害人的汤药中 因此检方认定 被告龚宇泽存在过失行凶行为 证据确凿 被告对公诉机关的陈述是否有意义 我的确有过行凶的想法 但我爸被害的结果 并不是由我的过失导致的 反对 我请求法庭传唤方怡出庭指正龚宇泽 合理请求 传唤方怡出庭 少爷手里拿的药片 我认识 和乔乔日常吃的一模一样 那种药里有让龚先生过敏的成分 乔乔的药用没少 只可能是少爷 不小心把药掉进龚先生的汤药里了 好 好 小龚先生的汤药 来自豪 这些汤药 他们算是什么 这些汤药 他只能合同 一遍 好 好 他 这些汤药 有 可警方也说了 少爷的药少了一片 和龚先生体内的含量 对得上 除了少爷 还能有谁 少爷和龚先生 因为争财产 一直关系很差 全家谁不知道 辩护律师 你指证乔烟具有 作案动机的证据在哪 作案动机的证据 反对 小燕与工程不存在婚姻关系 工程去世 并不能让乔烟继承遗产 我认证据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怎么确定乔淹看过这本日记 本案出现新的重要情节 本庭认为 有必要传唤乔淹到庭 做出解释 我是恨透了工程 可我没有兴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个是药粉 一个是药片 我怎么知道 我 那要如何 我没给工程下药 我ども不明让你会准备 我没给工程中 lookout 那我 akkor再太oute 我都没给工程中bro 我超icana的药片 Division 去系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自己家的厨房 随便进去逛过不行吗 不说出来 就是怕你这样的律师攀扯 胡乱怀疑是五个座案 我又不知道龚雨泽是去做什么的 提前端药 是因为工程一向不爱喝太浓的药 早点下火味道还淡一些 这一切都是你的猜测 你没有证据 你说的不会是乔乔吧 乔乔那天吓坏了 胡说的话怎么能当证据 辩护律师 我必须提醒你 受年龄和身体条件的限制 瞧瞧的话不能作为有效证据 辩护律师 你要确定该重要文件与本案有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辩护律师提交的是被害人工程的遗嘱 根据被害人的意愿 被害人的全部遗产 将捐献给月河湾生物制药研究室 什么 全部捐赠 那乔乔的病 根据我母亲的遗嘱 一旦我被认定存在违法行为 我将被剥夺遗产继承权 所有已获得遗产 都将被追回 捐献给慈善机构 辩护律师 你说的这些 似乎与本案的判罪认定没有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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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了确定药物成分 乔夫人还稍稍尝了一点 我看得很清楚 乔乔是出来找我 才会看到乔夫人下药的 少爷 真的对不起 我只想着乔乔 不能没有妈妈 但是 法官 少爷他真没行凶 千万不能剥夺他的继承权哪 乔乔的病 只能指望少爷了 你们 你们都是为了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法庭辩论 本庭认为 方怡的证词 从案发当日到法庭之上 多次反复 不足才信 因此 辩护律师对乔嫣的指证 缺乏决定性证据 不能成立 同理 公诉机关对龚宇泽的指证 也不能成立 本庭宣布 龚宇泽无罪 辩护律师 法官还没宣判 你就吓唬方怡说 龚宇泽有罪 你的作风很像一个人 我很期待你今后的发展 他在做风太阳的学生 过最后的发展 老板才能 老板才能 你觉得 你反过并不老 有这种 逢个小的 想利 乔乔是我妹妹 以后我会负担她的治疗费用 但是乔嫣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庭审结束 必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示遗嘱的时机非常恰当 说明你在法庭上 有很好的临场判断能力 不要得意忘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鸭 你怎么能对我这么冷漠 杨笑 我已经说过了 不要叫我的代号 叫名字 好好好 叫名字 夏宴 夏宴行了吧 现在的年轻人啊 求我帮忙的时候 一口一个杨哥叫得亲屑 等我硬撑下来了 翻脸就不认人了 化验结果怎么样 那些海洋森冲击有问题吗 哪有那么快 你可是网购了两大箱啊 就算只是和感染你的那种做对比 也要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我还不知道找谁报销加班费去呢 辛苦你了 杨哥 你这是做的什么呀 我看是个口红 给你那个青梅竹马的小姑娘准备的 你从哪知道她的 那个 我怎么说也是你的前辈 接到支援你的任务之后就 就查了部里的档案 档案里有 接药处的人现在都这么闲了 这都要记住档案 他们就是闲 你看我的老婆女儿 不是也为他们查得清清楚楚 海洋森的比对你紧快吧 原以为会是何印或亚宁之意 可如果是海洋森 倒说不准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怎么在 昨人更新了案卷批注 我过来看看 就这样 除了X03A 你最近的调查就没进展吗 没有有价值的结论 说了 说了也没意义 既然碰上 刚好我问你个事 1036 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 黄老师被害啊 真的没有内情吗 在不驳疑 在你身上 事实 想知道 我进了 你看到说 你这也不不许 在你身份 我一般 都想知道 我一样 如果 25年前,核印集团旗下的核印制药与亚宁生物科技曾联手研发一种新型基因药,如果研制成功,不仅能治愈大多数绝症和基因缺陷疾病,还能产出延长寿命,减缓衰老的保健品。 话虽如此,但从那时候起,药品市场就一直很火爆。 今年亚宁的长青三型抗癌药物曝光后,更多资本看到超额利润,纷纷投资药物研发。 可药物研发的风险是巨大的,一旦通不过试验拿不到批号,就会血本无归。 这场资本盛宴的背后,也许更多的是像乔乔一样的悲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